大家好,我是细腊庸的阿正 每个月的月底,我都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对于一些在囚家庭经历的感受 希望这些数字背后活生生的人可以给多一点的人知道 为了保障每一个家庭,内容的细节都会略有修改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你会不会想同一个监等过世呢? 如果你在街上听到以下这句话,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可能你会觉得很生气,觉得一定是一些蓝丝会冲口而出说的东西 但是如果这句话其实是出自被捕者,也就是我们自己手足的口中呢? 你又会不会有另一番感受呢? 在乱世之中,往往都会有一些很难得的情愿 但浪漫过后,现实里面其实是有很多无奈的挣扎,也都有很多的不安 有时候,你的另一半越是不介意,越是豁达 你就越会觉得愧疚,更加觉得不想连累到他 在今天的香港之下,有时候人越是相爱,越是真诚,所承受的痛苦就越大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最善良的人,偏偏就要承受最坏的结果 我们认识的其中一个手足,正正是因为社运事件而和他心仪的对象结缘 也都是因为社运事件而要面对一个分开的抉择 在思考要不要在一起的过程里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极其煎熬的 无论你自己多么正面地去想,周围的现实,都是会不停地消磨你的意志 例如,前一天,可能你的另一半,说了一些令你很感动的说话 令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给到希望他,可以和他一起走下去 但是之后,你又听起其他朋友会质疑你,是不是真的会给到幸福他的时候 你又一定会再次动摇 不是因为对你这份爱,没有信心,或者觉得自己不爱对方 而是看着自己这么落魄的状况之下,会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爱人 朋友已经是算最轻的一环,最难的是要面对对方的父母,见家长 就算对方的父母不介意,你自己都会想,是不是会累了别人的儿子,累了别人的女儿 在和平的年代,如果对方的相亲不喜欢你,其实已经可以搞得很麻烦 更何况,今天要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相处问题,而是政治欲呢 而更令人觉得可惜的是,这些情况不是一两单的小数 而是整体这么多的被捕者里面,都经常会有这些情况发生 而我们今次要分享的这位手足,已经算是不幸之中的小幸运 就是他们捱得过了朋友,也捱得过了见家长 这些无数的关卡 但是之后面对的呢,就是失业 经济的压力呢,往往是最令人要面对现实,贴地地接受那个冷酷的情况 其实都已经不是在说摆走的了 就算你想请几个朋友,租一个小场地去做一个有些少仪式感的婚礼 你都是不会做得到,因为你现在已经失业 失业都不是最大的挑战,而是你知道,你直到获释之前的这段期间 你都是要继续失业 面对着这种庞大的压力,你是不会够胆去买一套好小小的礼服 选一对好小小的戒指 你可能一些很基本的短途蜜月旅行,你都不会够胆去奢望 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手足和他另一半提出了一个很天真,亦都很真诚的提议 就是可以签订离婚协议书 他说,如果另一半有一天发现自己熬不到下去 发觉原来这个刑期是很长,而他接受不了这个分离的时期的话 可以让他随时离开 我听完之后觉得,到底是为什么在一个人人生最幸福的时候 要做出这么谦卑和沉重的宣言呢? 我见到他很努力在拥抱对方的爱和要保护对方之间 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去获取一个平衡 他才会说得出刚才的一个宣言 而他另一半的回答都是充满着一份温柔的包容和坚定的责任感 他说,对比起刑期的三五七年 他们余生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才是更加长的时间 就当这段时间他们要long些 就是要他恋爱 最后他们在律师楼穿着最简单的出街衣去签名 虽然这个仪式是很平凡和朴素 但是当中所展现的爱,象征的爱是极其伟大的 即使是一对最普通的情侣 在荒谬的政治检控当中 他们都要承受着这种漫长的折磨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苦苦经营 都要尽力提供到生活支援给他们的原因 三千八是可以提供到一些很实际的帮助给他们 例如是失业之后要应付生活的必要开支 也都包括他们简单结婚仪式的费用 也都包括了他们买一对很平凡戒指的费用 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微小 也都不是一些很奢华的东西 但在这一刻在他们生命里面 对于他们两个来说是最珍贵的事物 我们不是纯粹给了一笔钱他们这么简单 而是这个支援是象征着一份香港人的认同 和一个善意给他们知道 给他们知道自己有机会可以活得有尊严 不是单纯去拖累自己的另一半 这份支持是可以给到很强大的自信给他们 去克服政治检控所带来的压力 当然不是每一个个案都可以有一个相对不差的结局 在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里面 我们都在回应里面 一些回复里面 得适到一些令人相当遗憾的故事 同样是乱世里面的情侣 但结果就很不一样 男方觉得自己会辜负和连累另一半的前途 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给到幸福另一半 但是他又知道另一半很爱自己 一定是会不离不弃的 于是他就采取了一种非常残忍的方法 就是骗对方说自己出轨变了心 继而令到对方因爱成恨 十分痛恨他而离开他 到他刑满出狱之后 他开了一个新的户口 去follow回他的前度 看到他的前度已经认识了新一任的男朋友 同时也都过得很幸福美满 件事就去到这里了 两个故事 一个幸运地有一个相对好少少的结局 另一个就是完全的悲剧 而这一切的舍弃 这一切的悲剧本应该都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既然也都发生了 在这一刻也只有我们有能力去协助这些本身可以过得很愉快的小两后 请大家多多帮忙联系身边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可以集结香港人的力量 去帮助我们落难的同伴 如果大家都想帮忙的话 敬请大家浏览我们的网页进行捐款 网站是bonhamtreeaid.org b-o-n-h-a-m-t-r-e-e-a-i-d.org 也肯请大家追踪我们的社交媒体 可以最快收到手足最新的资讯 我们Facebook和Instagram的账户都是 Bornhamtreeaid.org b-o-n-h-a-m-t-r-e-e-a-i-d.org 多谢大家 我亦都很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社交媒体里留言 帮手足打气 他们的家属或者放了学的手足 或者可能是等着结果出的手足 都是会看得到的 希望大家多多鼓励和支持他们 两星期后我会再次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世药庸的最新资讯 希望到时大家会继续陪着我们 好多谢大家听到这里 最后最后再次诚心呼吁大家 帮手叫身边的朋友一起支持世药庸 一起支持香港的在囚者 多谢 报道无罪 知情有价 请职订阅追新闻